五连大会的第一关是搬砖头 不凡的第一个对手是传说中的海神 万众瞩目的五连大会就这样开始了 好 我们首先先来认识不凡的第一个对手 他的名字叫做海神 听这个名字很霸气 我们来通过力思来看一看海神的实力如何吧 海神和不凡一起搬砖头 不凡搬的砖头是海神的 三倍 看来这个海神实力不行吧 但是海神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再努力吧 海神觉得搬的砖头太少了 于是他又搬了24块 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多搬了24块吧 对吧 好 于是现在不凡搬的砖头就变成了海神的两倍 好 现在请问 最终不凡和海神各自搬了多少块砖头 好了 多完力思之后很多人都想 这道题我能不能用刚才之前咱们学习过的三组公式吧 那么到底有哪一组呢 咱们一组就来看 首先这道题是何差问题吗 不是 不知道何也不知道差 对吧 所以那是何倍吗 也不是 是差倍吗 也不是 所以也就是咱们刚刚学过的三组公式 一个都不能用吧 有同学说老师啊 你别蒙我了 这道题跟前面的问题都不一样 这道题呢 知道两个倍数 一个是三倍 一个是两倍吧 所以这种题目叫做倍倍问题 那么老师肯定会教我们一个新的公式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没有倍倍问题的公式 不要想公式了 把公式从你的小脑袋里面扔掉 那不要公式那怎么办呢 还有别的方法来解析吗 有 什么方法 现段图 非常好 你看梦林学的多么好 除了公式之外 咱们还有现段图吧 好了咱们一起画一画 这道题的现段图 首先很明显 先画比较少的那个人吧 是 谁 海神 海神吧 那么咱们画出一条线段 这条线段表示 海神原来搬这么多吧 原来搬这么多 那么原来不凡是它几倍呢 三倍 三倍 所以咱们画出三条线段 表示不凡所搬的砖头吧 所以海神一段不凡是三段 能不能理解 能 然后呢海神又在原来的基础上 多搬了24块吧 对吧 这段是24块 然后不凡就变成了海神的两倍 对吧 好 现在图全部都画完了吧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根据图来进行解题 来看一下老师这条虚线 这条虚线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孟琳你知道吗 嗯 它把不凡的三段一分为二 非常好 那么就表示这条虚线作用是 把不凡一分为二吧 嗯 不凡咱们讲了一共是三段 三段一分为二怎么分呢 你看 给左边一段 对吧 是 给右边也是一整段吧 嗯 左边一整段右边一整段 那么中间这段怎么分呢 给左边半段 给右边也是半段吧 嗯 对吧 那么你想这个半段是多少块呢 来看一下 半段多少块 24块 24块吧 嗯 半段是24块 所以一段是多少块 48块 非常好 这是24 那后面这个一半也是24吧 嗯 所以整个一段就应该是24乘二 应该是48块 对吧 嗯 好了 那么一段是48块有了 那下面就简单了 不凡一共是几段呢 三段 三段 一段是48块 那么三段就应该是48乘三 等于144块 144块吧 嗯 对吧 不凡是144块 那么海神最终一共搬了多少块呢 应该是有48加上24 24的 非常好 48加24等于 72块 72块 所以这道题来观察一下题目 我们没有总结出来有关于大家所说的这种被被问题的公式 对吧 嗯 没有被被问题的公式 这道题解题 咱们完全是用什么来解的呢 线段图吧 对吧 咱们画出线段图 找出这道题中隐藏的一个条件吧 是 什么是隐藏条件 就是24块 是半段 对吧 嗯 所以一段就应该是48块 对不对 对 好了 来看一下老师的整个详细的解析过程 一份专都是48个 那么布凡搬了144个 海神搬了72个 最后还是一样 不要忘记答题吧 好了 那么这道题讲完之后呢 还没有结束 老师要通过这道题 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去画线段图 因为通过这道题 相信很多人都能感受到 线段图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吧 嗯 对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画线段图 首先 第一次咱们画线段图 首先要写量吧 是 有时候咱们前面要写上海神 下面要写上布凡吧 嗯 你要知道哪条线段表示的什么量 先把量写下来 然后呢 叫做画图 就是画线段吧 是 画完线段之后要标数 题目中有什么数 全部标在图上吧 嗯 帮助你今后进行分析 但是一定要注意 你千万得标对了吧 嗯 不要张冠礼带 标错了 标完数之后 要把题目中有一些变化 表示出来 比如说咱们的历四中 海神又多搬了24块 多画出来一段 表示24块吧 对吧 表示出变化 好了 前四步都是准备工作 第五步是最重要的 第五步叫做找关系 能理解吧 能 找关系 找什么关系 找一些隐藏的关系吧 找一些我们在通过读题 没有发现 但是通过画图 可以发现一些关系 能不能理解 对吧 所以前四步都是准备活动 关键就是为了 第五步找关系吧 嗯 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学习完历四 以及画线的基本步骤之后 来听听老师的 中文秘诀 一切变化 是否与内在关系是关键 也在简直播 再误 io 我看你 这是一种 适 Hmm 我看你